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与张小凡感情纠葛有哪些人呢 朱仙 清明志与张小凡有感情关系的人一共有五个 分别是田丽儿 碧瑶 陆雪奇 小白 阴贫儿 田丽儿 师姐 初恋 青梅竹马 简直就和令狐冲的小师妹有一个样子的 初恋总是美好的 有太多可以回忆的故事 碧瑶 魔教教主的掌上明珠 但是性格上没有任盈盈那样有魅力 因为和张小凡正邪对抗时一起掉落血洞而产生情愫 在攻打正派的过程中 方突然失控的张小凡挡了一剑 变成了死人 他因为他而死 张小凡觉得亏欠他 所以离开了正派 帮助魔教教主打天下 还经常打探救活碧瑶的方法 陆雪奇 同时清门弟子没有任何缺点 宛若新子 第一次见面是六十年一次的青年优秀弟子海选 当时他是夺魁热门 无论是武功修为 还是气质相貌都引起了轰动 而张小凡却险些胜过了他 在一起下山修行的过程中产生好感 应该说 在张小凡当时的心目中 亭联是占百分之八十 碧瑶和陆雪奇各占百分之十 陆雪奇由于从小就是优秀学生 所以他没有碧瑶那么我行我做 自然也不会公然表现好感 所以他只是默默地关心着张小凡 张小凡在很长一段时间 都无法确定陆雪奇是否喜欢他 以至于有人问张小凡 为何对碧瑶如此痴情 张小凡的回答是 他是一个唯一真心待悟的人 看到这里 这位陆雪奇而惋惜呀 小白 被困三百年的青年狐狸 被张小凡所救 出来后就跟着张小凡遇到小匪 说张小凡是他的相公 喝醉是问他 你可喜欢我 说实话 这是千年老妖精被困了这么几百年 该是寂寞了吧 好不容易出来 也该放纵一下 虽说他找上救命恩人 也在情理之中 可是怎么看 这段感情还是很奇怪的 金平儿 如果想要夺起一个女人的心 就要掌握他的胃 用这句话来形容金平儿 对张小凡的感情 是再合适不过了 碧瑶吃了他烤的野猪 也许叫做锦上添花 金平儿却仅仅因为这一点 就喜欢上了他 哎 真的是否有莫名其妙的东西 张小凡的厨师手艺 在全文中 多次让妹妹惊艳 看来 广大单身男同胞 要抓紧时间学厨艺了 就算没有机会 把妹妹带到家里来吃早餐 在大庭广众之下 给她削一个苹果 也说不定能够打算 作曲ously Nice 赞曲・ester 夫人 Olang 海浪无上将夜幕深深添没 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 大雨在梦境的缝隙里有我 凝望你沉睡的轮廓 看海天一色听风起雨落 只自首吹散苍茫茫颜泊 大雨的翅膀已经太辽阔 我松开时间的收缩 怕你飞远去 怕你迷我而去 更怕你永远停留在这里 每一滴泪水都向你流淌 去倒流进天空的海底 看你飞远去 看你迷我而去 原来你生来就属于天际 每一滴泪水都向你流淌 到流回最终的山 每一滴泪水都向你流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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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